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综合活动领域 停课不停学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 自主诚实中 我是综合活动领域辅导团 平心国中中翠芬老师 好 在这段停课期间 大家会不会觉得 在家很无聊呢 或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呢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要帮大家 来两课程始终 提升你们大家的无聊免疫力 好 那其实呢 不知道同学猜到了没 我们其实今天最核心的主题 就是时间管理 那老师会从三个面向 来跟大家介绍时间管理 为什么要做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在管理什么呢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进行我们的时间管理 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时间管理 老师用两位名人的话来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台积电董事长 他曾经说过 他说你的时间在哪里 你的成功就在哪里 所以同学们你把大部分时间花在 你哪一个领域 然后呢 你在那个领域应该要得到成功 另外一位就是 碧雷针的发明人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他曾经说过 时间就是金钱 那我相信同学们一定听过这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他其实是富兰克林说的 也就是说你时间呢 为什么是时间就是金钱 可是如果你浪费时间的话呢 你就是那是最昂贵的支出 为什么 因为呢你的钱花光了再赚就有了 可是时间浪费掉了呢 他就不会回来了 第二个部分是 那到底时间管理是什么 在管理什么 培根曾说 这个培根不是你们早餐吃在 培根上面夹着培根 培根是一位17世纪 非常有名的英国哲学家 他说时间管理呢 在管理什么呢 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 所谓合理的安排时间 他不是表面上的说 我把时间排一排 我什么时间要做什么就好了 而是呢 有更深层的是 你要认识你自己 你要知道你的人生要什么 你要把你的时间安排在 做你人生 真正想要的事情上 顺着培根的这个理论呢 老师抛出了两个问题 请各位同学 利用居家自主学习的时间 有空的时候问问自己一下 你的现在 你的未来 你的人生想要什么 对你来讲 什么事情是现在最重要的 或是未来最重要的 这是在做时间管理之前 老师希望大家能够 先问问自己的部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今天 非常重要的 那我到底怎么做时间管理 尤其是居家自主学习的时间 你有更多的时间 你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安排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时间怎么安排 相对呢就非常的重要 那第一个步骤 以终为始 你要确认你的目标是什么 回到刚刚 刚刚培根也提到 你要知道你的人生要什么 再来规划你的时间 我们举一个白话的例子 你今天出门 你要去哪里 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当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的时候 你会走到那个目的地 当你出门的时候 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去哪里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闲晃 你的时间就会很容易浪费掉 也就是老师建议你 花一点时间 像这段时间 你盘点一下 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 你在家自主学习的时候 你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 再来对照 刚刚老师要你想的 哪些是跟你自己人生目标 有关的 哪些是无关的事情 也许你可以用点三处法 你就会更知道你怎么去安排时间 那第二个重要的步骤 在时间管理上呢 我老师推荐一本很棒的书 最有生产力的一年 这是天下文化出的啊 他里面有一个时间效能的公式 他说时间管理很重要的是 你要发挥你的时间的效能 那什么叫做时间的效能呢 时间管理的效能 就是我花最少的时间 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怎么样可以花最少的时间 达到最好的效果 大家看这个公式啊 第一个 他们还是用乘法耶 时间乘以经历 这经历是什么 同学你可能要更观察一下你自己 你每天一天24小时 什么时候是你的体能状态 最好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你 最容易专注的时候 什么样的情境 是能够帮助你更专心的时候 那因为呢专注力 他会决定你整个时间运用的品质 那老师用 简单的数学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让大家更了解 假设我想要拿到90分 的效能 那我现在呢 我把我花的精力都把它固定下来 那大家比较这两个 你花的时间跟你的专注力 你会发现哪一个效果是最好 我怎么样花最少时间 当我专注力越高 我花的时间就可以越少 再看下一页呢 如果我的专注力都一致呢 那怎么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效能 我假设我就是要90分 我花的时间从5分到 从5分钟到30分钟 你会发现说当我专注力一致的时候 我的精力呢 我在精神越好的状态下 我花的时间是越少的 也就是参考这样的时间管理效能的公式 同学你会发现 你要提升你的时间管理效能 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我自己我适合早上起床 早一点起来读书 还是我适合越来越猫足的 我越晚精神状态越好 或是我自己适合下午放学以后时间读书 所以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能够帮助你时间管理的效能就会越好 那第三个步骤呢 你要分辨你生活上 日常生活里面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啊 他紧急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 这时候老师再推荐你一本书 这个何全峰医生 他是医生也是一个作家 很有名作家 他写了一本 优秀从你忽略的小事开始 然后里面呢 谈到非常多时间管理的要领 那时间管理的要领呢 他强调了要事为先 急事不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学练习看看 你把你这几天 每天几乎会做的五件事情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呢 你根据这些事情对你的重要性把它排一排 然后呢 第二个步骤呢 再根据这急不急 再来重新调整一下顺序 好我们 再用这个表格来做例子 我相信也许很多同学 你在综合活动领域 你的综合老师可能也教过你时间管理 怎么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 一定也填过这个表格 以何全峰医师他讲的要事为先 急事不急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要先做 重要又紧急的事情要先做 有没有发现第二呢 还是重要 重要但是不急的事情第二做 然后呢 其次才是什么 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情 最后呢 当然是不重要又不急的事情 就可以留到最后再做了 老师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做自己 好我也选了五件事情 刚刚改完了同学的线上作业 接着呢 要开线上会议 那平常呢 对我们来讲洗手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又紧急的事吗 好像还好 可是防疫期间呢 洗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那当我又要洗手 又要线上会议的时候 我应该先洗手还是先开会 那时候我就会把洗手这件事情 只要跟你的生命安全健康 相关的事情 这是重要又紧急的 就把它放在第一项 我要先去洗手 然后再来开线上会议 那同一个时间里面呢 哎呀我又想到 糟糕了 我明天还有线上课程还没有准备好 我又想做我的线上课程 那老师要怎么办 这时候那我就会评估啦 线上会议他有时间限制啊 几点到几点要开会 那线上课程呢 我可以开完会 我用其他的时间去准备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相对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不急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第三个顺位了 再来呢老师又发现哎呀 我的手机有未接来电 哎呀我很重要的朋友打给我 他很少打电话给我 应该是急事吧 我没有接到 那我又想要赶快回他电话 那怎么办呢 可是这时候呢 哎我在做评估 老师在做评估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哎 如果是很急 又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的朋友可能会再播过来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会先做我的线上课程的备课 等到呢 我这个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我再来回电话 还来得及 那最后呢哎呀老师也很想要 关系现在下午2点了 疫情直播开那个记者会开始 我很想上去看看今天的最新状况 可是呢 什么叫新闻 新闻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我那个时间 没去看这个新闻有那么急吗 好像也没有很急 那我看了之后 会改变什么结果吗 也不会 所以对我来讲 相对老师就评估这件事情 哎不是很重要 也不是很急 我就会把它放到最后 可能晚上我再来进行 那第四个步骤 我们要进到很核心的步骤 那老师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在家里自主学习实践 你怎么定定自己客制化的 自主学习的时间规划表 客制化是什么 就是我们个人的 自己比较个人化的 不是说像那个学校的课表 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好这里老师分享的日计划 周计划跟月计划 不是要你全部都做 你挑你适合的做 那但是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都会 都会介绍到 那你会发现我前后都放了目标 什么意思 因为很重要 所以写两次 也就是你要很清楚 你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目标是什么 对你来讲重要又紧急的事 才值得你花那么多力气去做计划 花力气做计划还要能够配合你的 了解自己什么时候 你的精神状态最好 尊重力最好 我全心全意的去执行我的计划 好 所以日计划的部分 老师给大家参考一个表格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改变 通常我建议就是说你把你一天里面 你可以安排的时间 几点到几点你要做什么事 可能是科目或是什么运动都可以 然后有范围或是时间你都可以列出来 然后你每天睡觉前只做一件事情 简合 我做到了打勾 计划就是我一口气排一整天的日计划 你的目标是什么 假设你的目标是自主学习 停课不停学 你可能要配合线上课程 你就把这个时间 我什么时候该上线 你就把它列出来 老师再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是我以前学生 老师代班的时候我的学生 每天放学前在联络部上会做的事情 他们会排当天晚上 他的时间安排 要几点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范围 然后呢 睡觉前他们做一件事情 简合就打勾打擦而已 前面三列 他们是在学校放学前安排好的 回到家睡觉前签联络部 他们都会都会非常诚实的 我有做到我没做到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简合 我们就到我们的周计划来看 好 这是周计划 一样我的目标是什么 假设我目标还是定在我的自主学习 停课不停学 你会发现周计划列的就是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呢 你只是把日记话去把它扩大而已 那你把它扩大之后呢 我几点要上学习吧 上英文课 要去Google Meet 跟老师线上直播数学课 你把它列下来 那你会发现说 有时候你可能安排了一些自习的时间 当你简合发现你没办法做到怎么办 没有关系 因为你有六日 六日就是你可以延伸学习 或是把一到五我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 在六日把它补齐 所以周计划有这样的目标 好 那老师也建议就是说 当你排周计划的时候 因为你一排的是一个礼拜的课程 一个礼拜的活动 你建议你先排同步线上课程 先把它填上去 因为是不是我们说紧急又重要 因为你错过了就没办法同步 先排 然后呢再排非同步的课程 然后再排自己想要延伸学习的课程 接下来呢 月计划的部分 我想这个你们一定在那种 阅历纸上有看到这个 你可以拿阅历纸来 你也可以自己拿大张的纸 像A3的纸自己画格纸都可以 那老师很高兴啊 我很多学生跟我分享 他从国中开始三年培养出来习惯 一直到大学他都还是这样做 他甚至是画整学期的计划表 这里呢老师要提醒的是 这通常月计划他会锁定特定的一个目标 譬如说 九年级的同学刚考完会考 那你在会考前你就可以排一个目标说我会考 配合会考的进度 然后呢如果是现在七八年级的同学 你可能你的目标可以设在第三次段考 那第三次段考的话老师再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是我以前给我班上的学生 他们的那个月计划的那个参考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他把段考的 行程日期摆在这上面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好了 好 假设你们现在的段考很多学校 可能排在7月1号7月2号 希望已经复学了 然后呢段考的时程是这样 所以呢 那这时候呢 假设是已经复课的时候 这边排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这里 开始还是结合周计划 你平时 譬如说已经复课状况下 平时正常上课时间 你按课表上课其实你能够安排的时间没有太多 所以这边上面是几乎没有办法安排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一块呢 这老师这表的还是给大家参考 你们都可以改变 就是平时放学后的时间 扣掉你补习日常作息的时间呢 你真正可以安排的时间 你可以在上面调整 根据自己的状况去调整 列几点到几点结合日记化的概念放进来 好 这里老师特别提一下 预定睡觉的时间 一定要列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要了解你自己 每天精神最好的状态在什么时候 那如果你是适合早上读书的同学 你就应该早点就请 以前老师带的班级 他们常常都九点半十点就睡觉 但是他们几点起来 早上四点多同学互相morning call 起来读书 他们有小组合作学习 他们小组的同学会一起 互相morning call 大家叫起来开始读书了 好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老师特别在把这个地方放大 这里呢 我有穿插一个叫做休闲运动的时间 老师在这个时候呢 我还会加一个 就是 每天一定要休闲运动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比大家健康还重要 你固定一定要安排一个时间 因为适当的休闲运动 可以提升你的学习效果 尤其防疫时间 防疫期间 大家 运动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 好 再强调一次 依照各位同学 你每天精神最下状态 跟专注力最好的时间 好好安排 你可以自主安排的时间 非常的重要 好 这里呢 老师再补充一点 如果 复课之后 你会发现 我在学校的时间是很长的 我能够安排的时间 其实是很短的 怎么办呢 少出零碎的时间 不要小看零碎的时间 化零为整 你好好运用 你会增加非常多的时间 老师再举一个例子 以前老师在班的时候 我们在会考前 以前那时候叫基策 班上他们 大家有共识 每天的一三五节下课 十分钟 全班 除了上洗手间的同学 都在教室 自习 然后确保全班是安静的 那 你知道一天三节下课 多出多少时间 三十分钟 一个礼拜 一百五十分钟 超过两个小时 一个礼拜为自己增加了 争取了二点五小时的时间 他们在做复习的工作 所以不要小看这种 化零为整的时间 你不一定全班一起做 你可以个人 个人 花十分钟 我可能可以被 一小段课文 或被几个注释 或被几个单字都非常好 然后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我觉得很难 下课很吵 其实老师还是要强调一点 你真正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方法的 最后第五个步骤 第五个其实不是步骤 老师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棒的 人生的二十八个零 他第一个零是什么 有计划没有行动 每次段考完我们都在检查 哎呀我应该下一次段考 我一定要怎么样努力 你做了很多的计划 没有行动是一个零 你会发现 有意志没有持久还是零 有方法没有行动还是零 有行动没有效率还是零 十个零是零 一百个是零 你只要跨出那一步 从一开始就会累积二三四 所以行动很重要 好 各位同学 一日之际在于晨 大家这段时间 居家自主学习的时间 都几点起床呢 有没有安排你正常的作息呢 所以呢 来一课诚实中 你会懂得怎么安排时间 你会提升你的无聊免疫力 来两课诚实中 你会知道你的人生更有目标 所以你就可以提升你生命的防御力 做就对了 做就对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 综合活动 线上课程 自主诚实中 课程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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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